台中盃全國手球錦標賽 二十二號在大甲國中開打 總共有一百六十六隊參加 由於手球館還在改建 今年五個場地都在戶外 把PU跑到化成的球場 標線重疊 部分家長質疑太課難了 不過選手跟教練認為 影響不大都還能適應 竹飯方說 因為戶外比賽因應 特別避開了中午時段 也會搭建休息區成糧 明年完工之後 就能夠在室內比賽了 全國手球錦標賽 二十二號在大甲國中正式開打 今年因為手球館還在改建 場地都辦在戶外 直接把PU跑到化成球場 讓部分家長反映太可難 這邊附近也沒什麼遮蔽物 我覺得北部的小朋友 比較不適合 當然有室內球場是很好的 因為操場上有些地方 還有補丁的橫跡 跑道線也沒清楚 跟手球地線重疊一起 讓家長質疑品質不夠好 不過選手跟教練們都認為 影響不大可以適應 這黃色線是看得出來 昨天跑過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不錯 小朋友其實教練們 也都相當的了解明白 不會因為場地的關係 然後有其他的疏失 或是受傷的可能性發生 大小是符合的 是唯一不好就是沒有把跑道線弄掉 主辦方表示今年有三百多場賽事 又比只好把戶外操場分五個場地 有避開中午時段防止中暑 也有搭建休息區來乘涼 而手球館預計明年四月完工 就能恢復完善的比賽環境 接著蔡段林永勝 台中報導